最近呢大家都在讨论 在淘宝上有位女子购买了18件衣服 然后又要求退货的事 那么我在这里呢 为大家分享两件在美国发生的此类事情 一个呢大概十几年前 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认识一位来自于美国德州的小伙子 非常的贫穷 但是呢他却一直在使用一些最新的电子产品 那他告诉我说 他是从沃尔玛买了这些产品之后 使用几个星期就退掉了 这样他可以一直更换最新的产品 这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另一件事情呢是大概一年前 有一位在美国的华人代购 用视频去记录下来 他去Costco去退掉 他已经使用了两年的扫地机器人的事情 这个呢在网上也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 所以呢我的观点是 此类的事情是不分国籍而存在的 只不过呢有些贫穷是来自于你的身体之外 有些贫穷是来自于你的内心深处 你们觉得呢 有些贫穷是来自于你的身体之外 有些贫穷是来自于你的身体之外